什麼樣的條件在某個範圍裡面出現的次數多少 幾次的話 它有點像比較 那幾出現幾次 其實只要出現一次的話就表示找到了 那可能會大於1啦 像這個範例是 可能會出現一次以上 那這個範例當然這邊有範例檔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在我們雲端白板的那個 補充範例裡面 打開來之後或者是說你在那個 什麼範例檔裡面也有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我是把它分成兩個年度 當然如果說你對於 統計那個中獎機率 很有興趣的話 那你可以從那個好像 什麼台彩的那個官網上面 還有提供歷年的那個開獎的 紀錄 那你那個資料庫都會在網路上可以查得到 那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就再做個統計 那比如說你把這個檔案打開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 這個資料 假如說來自網路好了 那你將來 如果你 可以 以色列本身也可以從網路上抓資料 不過在在我們這個階段 可能 不太 時間不太夠了 所以 可能沒辦法 那 這個部分 應該是 講不太到了 在進階課裡面會提到 如何從網路上直接下載這個資料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比如說我今天 會有一個 比較期別 然後開獎日期 那開獎日期的話 這個是101年度的 那開出來總共會有 7個號碼 7個號碼 其實主要就是這7個號碼 也就是7個號碼裡面 如果我今天 這個地方總共有 有一整個年度的 所以你會把我Ctrl向下 那總共會有100 總共有99期的意思 那99期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要統計什麼呢 這99期裡面 這個年度裡面呢 假如說我今天 開出來這個範圍 Ctrl向下 這個範圍裡面呢 到底出現 1 的次數有幾次 這個範圍 OK 也就是說這個7乘以99 總共有這麼多數字對不對 那裡面的話呢 總共出現1的 1 出現幾次 第二個是 出現1的機率是多少 那用萬分之多少來 做那個 統計 那 當然最後的話會有個統計分析 你要把出現1 這個號碼 的機率放在這裡 當然你可以 漸進的啦 比如說次數是多少 那如果要統計機率的話 就是要把 這總共有幾個號碼 總共出現的次數 除以什麼呢 除以1出現的次數 那就會是它的機率了 那機率的話 第三個階段就是說 還要再把它格式化 格式化成萬分之多少 所以最後看到的結果 這好像上個禮拜我們講到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個 這邊範例裡面有個畫面 我要做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比如說 1萬分之 245 這個是假設是101年 這上面 然後 92年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 出現 這個萬分之 206 那合計就是把這前面兩個加起來 再算出它的排名 那要什麼方法呢 其實這裡的話呢 當然 剛剛講的部分 主要會 需要用到兩個函數 就可以解決了 那 這兩個函數 其實 第一個 上禮拜都講過 有沒有 第一個要計算總共 總共號碼 就這個範圍裡面的號碼 那你可以用什麼 抗什麼 對不對 然後另外的話 出現